大家好 歡迎收看ET財子Talk 坐在我身邊的就有Edy 林一鳴 Edy 你好 Edy 你好 Edy 很久沒見你 很多傳媒界朋友都將你稱之為 淡市好友 是吧 無論發生甚麼事 譬如去年的社會運動 今年有疫情打擊 加上少許政治因素 中美角力 但你對樓市的看法 都仍然覺得是審慎樂觀一點 年初一直有追蹤著樓市的看法 到目前來說都很適合 而最近我想大家最關注的市場熱點 一定是新盤 因為過去一兩個週間 大家都感覺到新盤來勢洶洶 萬人洶洶 有些路前 不知道是兩萬多 兩萬多 超過萬人 那種收票情況 有人立刻拿97來相比 你知道97會令大家想些甚麼 一邊就是向吳雄那方面想爆波 另一邊就說 究竟小心一點的 是小心上不到車還是甚麼 你的看法是怎樣 其實如果你說看住宅樓市 相對我會比較正面一點 你說大升都難 因為現在香港的樓市 是全地球最貴 但你說大跌更加難 所以我覺得 未來的樓市都好像現在這樣 會有一個橫行 譬如上落幾個百分比 都會保持在這樣的高位 你會怎樣看最近的新盤熱 因為據了解 很多發展商餓了一整年 所以第四季應該有機會 就是報復式推盤 市民又不知道會否報復式買盤 你對接下來第四季的看法 會怎樣摸情緒 其實你說如果是第四季的話 我相信發展商都會盡量去推盤 始終大家看到現在 過去那一年多的情況 你說有疫症 有政治事件 有示威 這二十年是最壞的事 我想到過去那一年都發生 但樓市都不下跌 所以證明了其實有購買力很強 有些人以為是否大陸人買貴了 很明顯沒有 因為大陸人過去那一年 都來不到香港 是真的本地的需求 包括了一些譬如成功靠副鋼 還有更加大的 就是一些我們叫做新香港人 本身是已經拿了香港身份證 這兩班人的需求 是遠遠大於新潘的供應 所以在這樣的供求情況之下 我想樓市真的都有性無跌 很難跌 而且大家只是異數臨場 譬如息口低 美國也有一段時間加不到息 也有很多國家的熱錢 其實是繼續湧進來 大家覺得可能對於本港樓市 都會成交正面的作用 但如果Eddie 我們稍後你所說的事情 我們逐一拆解 或者給大家一些數據 去說服一下 大家看看大家覺得是否對 但如果我們看回新盤市場 其實成交方面 你過去看到第三季為例 一手盤成交大概是三千多宗左右 比起第二季的四千多 其實你按個月看到 倒退的幅度都有三成 但都比第一季好 接下來大家都說 很多發展商繼續推盤 剛才看到一個圖片給大家看 潛在供應有機會 萬一個 你覺得一手盤 帶動二手轉活這個故事 是否可能在第四季會陸續出現 都不用帶了 其實無論是一手或者二手 其實趨勢都會比較強一點 當然在過去的大半年 主要是看疫症關係 因為你說疫症 譬如發展商有限制者 只有兩個人可以看 都是開不了 但你見到一開始慢慢解除的時候 紅磅升 兩萬多張票 所以你看到未來的情況 無論是一手或者二手 譬如有一手的 只要它開是貼士價 不要說同市價差很多 差幾個百分比 而質素還可以的話 基本上大部分都可以賣得不錯 如你說二手的話 尤其是中間的範圍 600至1000萬的話 其實你見到市場是搶盤的 因為有按揭幫助 對 按揭去到八成九成 以及最多人需要 變成在這兩個範圍之內 我想市場都會比較好 因為很多買家 想入市那些都會盯緊新盤 香港人一向外磚頭 有樓看就會湧去望 第四季這麼多的供應 現在發展商看到的策略 就是首先第一批 低少少市價 或者比較貼市價開 試水溫帶了氣氛出來 然後很多人說法 就是應該會陸續加推 兼且可以做到加價 亦都不需要以往那麼多的優惠 你同不同意 這個方向 應該大家都要做定心理準備 我想同意一半 如果是一個新盤的話 貼市價質素好 各方面都可以的話 其實大部份都可以賣得不錯 但是你見到一加價 加推的話就糟糕了 但多人加推不加價沒問題 例如你看Cielo Sky 第二第三浸都開始慢 變成現在大家看價錢比較重 例如第一批貼市價的 可以賣到 第二批你加2-3% 不是太多的話 其實大致上都沒問題 你再加多一點 其實就開始滯銷 市場就會食製 都是根據這個方法 可能因為本身經濟前景 大家都看得不太樂觀 可能也有少許這些因素左右 我們稍後可以慢慢從經濟 一直去摸樓市 提到經濟和樓價的關係 我想大家都覺得很奇妙 香港大家都覺得 市市完全不會跌得下 像你剛才也說的 就算今年多差 可能都是一個range 幾%的雜幅上落 我留意到 過去一兩個星期 很多大行 開始跟你的轉態 明明說今年跌8-10% 前天有一間大禍 本身說跌8% 現在就說0% 沒有升跌 美銀美臨也說 本身也要跌幾% 今年可能跌不下 也是調整回到0% 其實會不會 反而有些驚喜給大家 就是二手樓價 你看看過去一段的日子 其實經歷了這麼多事情 你去年年中高位 都是回了7% 好像完全下不了 是的 其實很多人有個誤解 就是樓價和經濟有關係 其實大家要搞清楚 有時和經濟有些關係 但不是全部關係 因為最重要是 我們看市場參與者 例如一個市場 例如你賣鑽石 只是買鑽石那班人 他們的經濟才有關係 你不買那些 其實懷疑你升跌那方面 沒有關係 而樓市其實也是一樣的 大約 我這樣施樓的話 你當百多萬個住戶 所以最重要的 就是這百多萬個人 百多萬個家庭 他們的經濟 尤其是就業情況是怎樣 如果你看回香港過去一年 包括了示威 包括了肺炎 追受影響的 其實大家都知道 零售 飲食 旅遊 通常最多就是 一萬多至兩萬多元 那些人工的人 其實很多 我自己也說有些公司 通常又說 單策要縮 又要炒人 又要動身之類 很多很多的東西 但都是集中在這班的人 你看另外一班 譬如多一點 三十五十六萬元 做銀行 做會計那些 其實我沒聽過有減薪 美大規模裁員 這班才是業主 所以 今次你看過去的年紀裏 真正那批業主 我們叫中產 有得五六萬人工 或者以上的話 其實他們的失業率 或者減薪 情況不是那麼大 所以變成跟樓市 不要推倒樓市 就不像SARS SARS那時你說 譬如你做銀行 那些 真是缺人工 或者是炒魚 但現在你沒有什麼 技巧做銀行 我看到很多朋友都說 譬如有些經濟師都跟我說 你以往跟金融業的失業率 掛勾 到樓價比較正常 因為很多他們可能做銀行 本身也有一個案子揭優 如果他們突然間沒有了份工 其實那個牽連性是比較廣 所以我們來摸樓價走勢 望失業率 我們都要學歷話說 要分開究竟是什麼行業 要看樓市的參與者 我們在所有人口裏面 頭的三分之一 包括了人工資產 就是比較有錢的三分之一的人 他們究竟經濟是不是出了問題 譬如今次後面那些多 所以樓價就沒有跌 但我也有留意到 譬如你之前也有開過一些班 或者教大家如何看香港人的購買力 我看到譬如我可以調查一些 政府的統計數據 其實你發現 譬如家庭住戶 普遍的入息中位數都是兩萬多元 好像是兩萬八 其實按年比較有升 但升幅不是太多 亦都未曾反映整個經濟 下降得很重要的階段 其實你會有什麼可以給大家看多一點 去領略到有購買力的那幫人 其實依然在 其實我想最主要就是 拆開不同的入息分佈 例如看現在這個表 在表裏面 我們分了不同入息的人的升幅 這個表真的有很多數字 不細緻 你教大家看 其實大致上 我看五萬多元 樓上的距離 如果你看看表 通常入息分佈的話 他們最多增長的 你看看越高人工的 其實增長就是越高的 越低人工的就升得越慢 過去的差不多20年 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 如果譬如你做洗碗的 或者譬如你在家邊賣衣服 其實你現在的人工 和20年的人工其實差不多 例如我30年前 我們大學畢業 做技師都是一樣 畢業的時候其實1萬元左右 現在大學畢業生 都是1萬元的人工 但如果你真的高層次 譬如你說做一個中高層的管理 譬如你銀行的中層之類 你的人工的升幅 現在和20,30年的人工 可能真的多了幾倍 所以其實就不是說沒有人工增長 大部分人 譬如你在人口裡面 前面那批人工 沒有怎樣升過 後面那批 就真的升得很快 也都是支持了樓價的上升 這個圖比較多指 另外一張黃色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其實對比過去10年 說的那個爆升的幅度 紅色圈著就是10年間的爆炸性的升幅 我看到50元樓上的那些 其實是說的那個升幅是八成以上 有些之後再高一些人工的 是賠一賠的 你看到這幅圖就很清楚了 打凍一直下降 越下降的話 就代表人工的銀碼是越大 你見到人工低一些 譬如說萬多兩碼 人工升幅真的不是太高的 可能少跟通脹 或者跟通脹差一點 但是你越下降的話 人工的升幅就會越大 所以你見到社會出現 我不知道是否有奇形現象 社會的財富增加了 整體收入增加了 但是大部分這些得益 其實就去了一小撮 比較高人工的人 如果你譬如你真的做過洗碗 或者做過普通賣衣服的那些 你今天可能是萬多元人工 在20年前其實真的差不多 變成那幫人不是業主 你是租客 就影響不到樓價義 另外一班譬如五六萬七萬八萬 那些人工的人的話 他們的人工升了這麼多 所以他們負擔的樓價 升了一倍兩倍 他們都會比較輕鬆 Eddie 還有一些點 譬如傳媒很喜歡去找 究竟一批人的公樓負擔能力 其實往往看幾條數 有時會看HKM公佈 譬如樓價對收入的比率 其實你現在都留意到有些暢淡樓市的 就會說第二季新高 18.8 即是說我不吃我不喝不著 要18年其實我才能搞定一層樓 即是五百多呎的單位 另外有一些人說 現在家庭債務占的GDP比率 亦都是出了季度新高 這些數字其實是 我認不認可參考 其實亦都是犯了經濟學過的錯誤 我們要分析樓價 樓價當然是看一些參與者 有份買樓的人 你不要看全香港700萬人 所以如果舉分析 你可以試一下樓一樓 我不看全部人 我只是看最高薪金的三分之一的人 你會完全有不同的結論 當然你說前面的三分之一 不要說18年 28年他們都買不到樓 因為平均大倉庵入息的位置 其實都是一萬多至兩萬元左右 變成一半的香港人 其實人工根本就沒有兩萬元 那一群人 我想30年他們都買不到樓 即是一萬多元人工那些 那我又要拼搏你 因為現在多了一個新趨勢 移民 即是最後最多人搜尋的兩粒字 我經常會看那些Google搜尋 就是熱點 等於你美國總統選舉 別人找拜登開始 已經比特朗普多了 現在香港經歷了這麼多社會運動 由國安法等等的實施之後 其實在Google搜尋裡面 移民兩粒字是熱話 如果這一批很高收入的人士 有小朋友讀書 要去海外 其實已經很多人在考慮 搬錢離開 你覺得又怎樣 如果他們真的移民的話 我完全同意 當然要留意傳媒通常報道這件事 有幾個重點 第一 問一下移民公司 多不多人來查詢 多了一倍兩倍 但平時只有十個人查詢 變得越過 這樣就很多 升幅 少了一倍 但可能十個 第二 二的就是 真的問的人 是不是等於走的人 當然 問的人 很多的 我們身邊也有很多朋友 移民 但今天和30年前的不同 如果30年前那批中產 即是九七、九零頭那批 走的那批真是中產 他們真是全全有能力 可以移到加拿大、澳洲 可以生活到 完全沒有問題 但你說 今天現在 最想移民的那班 可能是一班年輕人 可能他現在的薪金 可能是一萬多兩萬 譬如拿著這樣 譬如今天不同 今天你去到加拿大 譬如澳洲那些 其實是很難移民 如果你說去台灣 台灣 大家都知道 一個大學生 只有五千元港幣 兩、兩、兩元台幣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看 我們真的要看 究竟多少人 真的移民 通常有一個數據 可以和你分享一下 我們看警局出的梁文證 梁文證 是的 梁文證 當然你說查詢那些 查而已 查不知是否真的移民 但你出梁文證那些 那些真的和移民有關 因為很多時候你移到其他國家 你都要走個手續 出個梁文證 譬如給加拿大 澳洲那些 證明自己沒有犯罪紀錄 如果這個數字的話 警局有個數字 如果是1至9月加起來的話 其實比起去年跌了6% 即是更少 其實更少了 所以我想 我想很純粹 問的人多了很多 而真的行動的人 不是太多反而更少了 因為很多人其實心想疑 但其實未必這麼容易疑 其實會不會觀察多一會兒 因為現在鎖定了很多人 飛不了 可能之前有個心態的 但都不能夠行動 我們再看多幾個月到明年 其實那個圖片會不會再清晰 其實都可以的 但始終現在移民 和90年代的那幫人不同 90年代的那幫人真是中產 真是有錢的 還有他們過到外國 真的可以找到工作 生活 或者起碼扔三五百萬 買一間屋 他們是可以的 所以我們今天看 想移民那幫人 研究的問題 第一 他們是甚麼人 現在暫時感覺到 是年輕人比較多 可能之前在政治事件比較激動 而第二 可能相對的資產 沒有那麼大 而第三 香港是不是這麼容易去移賭 你說今天 譬如你說移民去加拿大 其他地方 很困難 可能你真的要 幾百萬 十幾千萬的資產 你要去開公司 做生意 你說普通你打一份工作 其實你找不到工作 你去英國也很難找到工作 如果你說去台灣 你年輕人願不願意接受一個 比香港更低一倍的人工 人生路不熟 可能普通話又不是太流利 去到那邊 你未必找到工作 要看實際的情況 是不是想移 很多的肯定 但是真是移到的 最後走到外國 或其他地方 究竟有多少人 而那幫人最重要 有多少是業主 其實還有一個概念 因為即使有人駁斥 即使香港人很有錢 也有能力移民 你真的要去走 但現在說的是 有一批新香港人 是有機會取代現有的香港人 我想大家都明白我所說的 也有很多經濟學博士 其實這幾個月都有研究相關 會走多少人 帶走多少錢 但那邊的人又不會來填補 這也是當年97年移交前 曾經異烈討論的問題 我也查過那些數字 其實在移交前 例如1982至1992年左右 5年間 當時因為害怕主權移交問題 不知道之後會發生甚麼事 其實離開香港的 有超過30萬人 但當時亦有說 那些人又下來了 又填補了一些空隙 你覺得這次的趨勢 又似不似會發生 你說如果趨勢的話 暫時看到入的人多於出的人 如果我們看數字 譬如由1997年到現在 主要有幾班人進來 第一就是每天那85個 一年那裏大約5萬多 還有很多一些技術移民 有一些是譬如大學生 他留在這裏 因為現在的創作是 譬如你在香港的大學讀完之後 你可以有一段時間 譬如一年左右 你可以留在香港 繼續去找工作 或者進修 大約的話 這班人每年的數字 現在折述百萬個 八萬個 如果你說1997年到現在 那裏我預算有150萬左右 在那150萬裏面 其中大約有110萬 已經住夠七年 拿了三顆星 而在那110萬裏面 又夠18歲的話 大概有七十多萬 所以1997年之後 其實有七十多萬的成年人 他們不用付什麼辣椒稅 他們已經可以拿著香港身份證 可以買到樓 有部分很窮的 未必買到的 但我們保守估計是三成左右 三成的話 其實都有20多萬人 有資格可以移民 下來了香港 永遠在香港那裏會居住 住九七年 不用給辣椒可以做 而這個每年增加的數量 其實就是八萬 八萬 而中間可能有兩萬多 就是有本事去買樓 那我就想了 八萬 我們香港不夠供應的 不夠的 你連年政府推算都是不到數的 是的 政府的數量 政府 運航局 他經常都說 未來三至四年有 譬如九萬 最新說有九萬二千個單位 從來都沒有 你看到 其實每年都是 新樓其實都是一萬多 很難才去到兩萬 萬多乘四 又怎會去到九萬多 所以這個數目其實 未試過准過的那十年都是 我們常常說 檢查運房局 都會的 看看那些什麼批的 permit 怎樣 情況 然後從而推算 但我聽過你講 其實要檢查的話 反映真實數字的 就不應該檢查那個 就說要檢查那個 是上個建築工程動工通知 這個為什麼呢 有什麼特別 是的 通常運房局的數字 我從來都不相信 我相信的話 我會比較相信 就是房屋處 其實房屋處有一個數字 就是上蓋建築工程的數字 因為起樓永遠都是一樣的 不要猜 你真的要整個流程 你由山地轉熟地 接著開工起 所以如果你今天 上蓋建築工程動工的數量 其實就等於大約三年 四年左右之後 真的起樓 因為入了那張紙的話 那些樓就真的起了 必定要起 所以你看回近這幾年的數字 其實大約都是一萬多左右 基本上是 從很少你見到的數字 譬如之前那幾年 去到兩萬 還有近年是急跌的 有機會我覺得 譬如今年 賣單可能只有一萬頭左右 是呀 這麼誇張 我們潛在未來幾年 可能每年最落工的 估計都是一萬多而已 其實那個數字都是 因為今天 譬如2020年 起到的新樓 主要是2016年動工 而那些地 即是我們前兩隻手 一、三、一、四 它用盡了所有方法 滑地 滑得的已經滑光了 所以那時候一、三、四年 其實滑了一堆地出來 之後一、六、七年起 今天 起好了 所以今年 明年 去年 大約每年可以接近 埋近 但都是兩萬而已 但是滑了地的話 到林鄭的階段 滑無可滑 那些洞的地就沒有 明明的大禮 你等十幾年 所以變成新的土地供應 去到大約17、18年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斷層 你看這兩、三年 很少土地供應 所以 有機會 今年動工的話 我猜埋單只有萬頭 明年 可能一晚都不知道有沒有 去到2023、2024年 新高的供應 其實除非你會變魔術 否則 應該都只有1萬個單位 那就是看 政府能否懂得變魔術 變不了這麼快 就算他今天變地出來 又要搞 你就算明的大約 明的大約都通過了 起碼都五年、十年才變到地 因為地很難由 爛地變成山地、熟地 到樓的話 其實大約一個流程 要八至十年或以上 因為山地轉熟地 可能是三至四年 你會起路 煤氣管、電器 電線之類的東西 那裏會搞三至五年 所以到達地拍賣的時候 其實都是買了 你再建樓的 再四至五年 而今天的熟地 其實香港差不多已經沒什麼了 最後不如給大家一個提示 如果我是想到經濟前景 這一刻我是自住的 買不買樓 買樓有什麼策略 我是投資的 又應該想另外一套的什麼想法呢 其實如果你說自住的話 首先我猜一下樓價 好 現在的情況 住宅樓大致上橫行會居多 因為你說去到這些位置 你見升少少 大家都很大壓力 但跌又不如會這樣跌 所以你說如果住宅的話 自住在這個時候是不錯的 因為始終是低息 你現在兩年領 你當是慢慢供下 其實計算了一條數 比起交租都會有些好處 但你說如果投資的話 我自己就覺得一般 就像我是這樣 你投資要給15% 當然會比較貴 而且你收租其實兩年領 現在我想很多不同的工具 買股票 買債券 買其他 因為租是跌下去的 雖然住宅樓價不跌 但如果我都有樓收租 近期的租金 比起年領兩年前 平均跌了一至兩成 本身15000 現在就變成13000 20000就變成16000 一定是這樣 因為低收入的那班人 他們的經濟差了 他們的薪金減少 所以租金是會下跌的 而暫時的要求是兩年領 所以你說收租一般 買樓薄升值 好像不是升很多 當然你說如果投資其他的 工商物業 商店那些 暫時不要攪拌 因為始終那些 那些就真的跟經濟 尤其是中下階層的經濟有關 譬如你失業 去茶餐廳都去少了一趟 可能在家裡 去酒育市場 買東西 回去煮算 因為你吃了餐三五十元 都可能會比較貴 是直接影響到零售 很多方面的飲食 那些生意 所以譬如你說 舖租 知道那些 一定會跌 所以說投資這方面的工商物業 就可能暫時都先躲避 好了 今天非常詳細和大家分析了 不同心態底下 應該怎樣玩 本港的樓市 記住了 自住的話可以的 可以賣的 兩力而為 是吧 和成哥說一樣 投資物業的話 都要小心想一想 如果有什麼其他投資的建議 下次再叫Eddie上來 為大家解釋一下 如何再投資 可能要再高優勢一點 好嗎 今天謝謝你 節目時間